那剛好這時候很意境 雖然說今天天氣太好了 今天你知道現在有看什麼片文現象嗎? 日片寺 日片寺嘛對不對 大概12點半開始一直到3點 所以如果你們下課有興趣的話 找張紙戳和到頭和針孔 頭影看一下 應該可以看到太陽缺一角的樣子 這個有興趣的話 好我們來講這個第三章 那這個大概就是我們的最後一章節 就是講到這個重力 外溫有力 那在開始之前來看一下這個 那這個是一個 一張很漂亮的這個 超新星的這個圖 那這個故事比較久 2022年 2022年出生了嗎?出生了 兩三歲是不是? 一兩歲 那如果是要介紹這個呢 一兩年他就知道了 他說這有顆的橫青突然變得很亮 那事實上呢 這一個是 這一個橫青它是爆開來的 那爆開來之後呢 那外的雲氣呢 就被慢慢的撐大 撐開來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這裡面有幾張 那個觀測的圖片 從2012年5月20號 9月2號 10月28號 一直到12月17號 這個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那這個東西呢 越來越大呢 當然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現象 因為我們很少看到 這樣子的一個天文現象 在當時的觀測 證實說沒有這麼好 然後第二個呢 這些外面的雲氣呢 一般來說爆開 我們想像是爆開 就只是爆掉 對不對 那這邊有下一個很暗的 沒有 它中間還有一個 是真的爆補 室溫度很低 大概就兩三千度而已 那第三個呢 這裡頭呢 有些這個二錯的現象 看起來超光速了 光速好像超過了 但不是光速超過啦 是這個東西呢 它也有一些這個 物影光回波的現象 那其實呢 講這個東西呢 最主要不知道講這個 就是說 重力呢 在這裡頭呢 扮演的這個角色呢 並沒有很明顯 這些物質被拋開來 被爆炸的時候拋開來 那是一個天文現象 那有趣的是這個東西呢 後來 就把它轉了一下 變這個Logo 知道這個動作是什麼嗎 Fox Fox 對不對 對不對 你看它最後樣子 長成這樣 就是變化 長成這個樣子 你把它轉 原來是這樣子 轉180就變成這樣 對不對 就把它放上去 是不是就是Fox 那你看Fox 大概出版機 那只是一個天文現象 那只是一個天文現象 好 那我們三章 開始講這個 這個萬有引力的這個效應 好 那一開始呢 這個萬有引力 當然大家知道 牛頓跟蘋果嘛 對不對 那當然這故事是真的 不確定 而且 你即便今天到英國去 那一顆蘋果樹也不在 對不對 它旁邊有一個蘋果樹啦 這個是牛頓當時 坐在下面的那一顆蘋果樹 不過事實上 如果你真的試的話 這顆是它的後代 不是真的那一顆蘋果樹 好 那牛頓為什麼會發現 這個萬有引力的這個現象 因為它這樣說啦 它當時呢 就把所有的這個 幣權發展出來 它把所有的這個 慣性啊 慣性推廣到所有的 都有慣性 那而且呢 它發覺一個現象 就是說 蘋果掉到這個 這個地表 它覺得跟月球呢 因為它牛頓地律出來 最好它就會知道說 在做原作運動中 有向心力的問題嘛 對不對 它就覺得說 讓月球 要環繞地球出來的向心力 應該跟死蘋果掉下來 為什麼 它都指向什麼 指向地球嘛 應該是同一個來源 那這個來源呢 想必是某一種作用力 所以它就猜測怎麼樣 它就猜測說 遲的月球 環繞地球所需要的向心力 跟蘋果落下來的力 是同一種力 那這種力呢 都是來自於地球 好 那在多年之後呢 30年後 它就說 那當時為什麼會想到 說這個萬有引力 是一個平方反比定律 我想大家應該也 應該要好奇啊 為什麼它想得出來 它是平方反比 為什麼 三次方 或是一次方 為什麼會想得出來 他就說 他講一段話 他說說 讓這個 這個 行星呢 環繞太陽的 環繞它的這個 這個軌道 作用力呢 是一個 跟距離的平方反比 Distance Recibly就是所謂的反比 然後 Ether Square就是平方反比的 定律 那 它為什麼當時會這麼想呢 因為呢 它就比較了兩件事情 第一個事情是什麼呢 讓月球 環繞它的這個 軌道的這個力 跟這個蘋果落下來的這個力 它從什麼地方去知道 為什麼要反比定律 它從它們的距離去知道 為什麼是距離去知道呢 我們等一下來跟你講 他為什麼在說這段話 那 如果你知道它怎麼算出來 它是這樣知道平方反比定律的 好 首先第一個 你在牛頓那個時候呢 你知道一些事情 第一個 牛頓發展出這個力學之後呢 那我們當然知道 原動運動會有需要一個向心力嘛 對不對 那一個向心力呢 向心的加速度呢 相當於什麼呢 是不是相當於Omega平方啦 我們之前有講過了嘛 畢竟有講過了 那當然以圓周律動來說 你這Omega呢 也可以顯示T分之二拍 對不對 Omega也T分在 所以呢 Omega平方它就可以顯示T分之二拍平方 然後再乘上一個Rm 那這Rm是什麼東西呢 Rm就是地球 到你的物質的這個距離 這個向心下去度 那當然現在我們要講的是月球啦 那這裡頭的產所我們都有 在牛頓那個時代都有 那首先第一個周期 周期知道啊 月球這個 月球環到地球的周期呢 是27.3天嘛 對不對 那第二個呢 月地的距離 當時是知道的 你們知道怎麼去量 月球到地球的距離嗎 不知道 那個希臘人都量出來 你知道 希臘人多久了 兩三千年前 他們就量出來了 蛤 怎麼量你知道嗎 那一個銀幣跟那個距離 銀幣跟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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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銀幣跟距離 銀幣跟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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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看它前背 銀幣跟距離 銀幣跟距離 那怎麼量 怎麼用這個方法來量 月地距離呢 蛤 不知道齁 雖然今天天文的現象是反過來 反過沒有關係 希臘人齁 第一個你要量月曆病險 你第一個要想上地球的半徑或磁磁是多少 他怎麼知道地球半徑或磁磁磁磁磁 如果你在兩三千年期要回答這個問題的話 你回答出來就是自責喔 就是賢責喔 對不對 可以變賢責之死喔 對不對 怎麼做 這個問題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你要知道月曆距離之間 你要先知道地球的半徑或磁磁磁 對不對 其實方法很簡單 連自己都可以做 怎麼做呢 當時他們知道一件事情 在那時候 有一個很有名的城叫做亞歷山左城 他以前有一個世界奇蹟的豬丸在那邊 那附近有一個地方 現在叫做亞斯文 有一個大壩水壩 那附近呢有一口井 那有一口井可以做什麼的事情呢 他只要在每年特別的時間 什麼特別的時間呢 就下次的時候太陽光照下去的時候 剛好照到幾瓶頭鞋在附近都沒有那個影子 什麼意思呢 假如戴阿波是這樣過來的話 那這裡有一口井對不對 那所以光下來的時候 這邊地根桿子當然就沒有影子嘛 對不對 然後呢 你在希臘某個地方 不是在埃及喔 剛才剛才兩瓶都在埃及 剛才剛投射下來的時候有一個影子 對不對 有一個影子嘛 那剛才畫的 華納斯拉是個三角形 看起來很簡單 那你照這個角度 你只要照這個距離 這是相似三角形對不對 希臘某個最會這種影子 對不對 所以呢 你只要照這個長度 照這個角度 然後照這個距離 你就知道這一段有多長 這一段跟這一段有多長 對不對 是不是 那你知道這個是多少 那你知道這是多少 你就知道這是多少 對不對 所以當時就可以算出來 大概地球 當時是要算圓周啦 要算一圈是多少 如果依照他們的數據算出來 地球完全很接近啦 大概是這樣 當然不是很準 現在是六千四 六千四來透明 這樣可以嗎 這一個點 太陽光透一下是沒有影子的 那你知道這個角度 θ是多少 對不對 那你又知道這個距離是多少嗎 那圓周一圈是2π 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呢 你這段距離D乘上什麼呢 你把這段距離D乘於什麼呢 θ分之2π 是不是就是地球的圓周長 對吧 你有地球圓周長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 修地球的半徑或是直徑的 對不對 這是第一步嘛 好 你看 你有多 三千多年前就有人做無妖 要修地球 幹嘛修地球的直徑半徑 對不對 跟你生活有一個很有用處嗎 沒有用處嘛 對不對 好 那這個無妖呢 測完之後呢 所以我就有地球的這個 半徑或是直徑了對不對 對不對 好 來 第二個無妖人做了什麼事情 你剛剛講的沒有錯 希臘人知道 假設 假設 我們有一個盤作的硬幣 他如果投影下來的時候呢 他會發現 他的影子在大概108倍的地方 特別的一個點 大概108倍的地方 就是他這個直徑108倍的地方 會聚成一個點 他沒有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知道這些事情之後呢 他的重要性在哪裡 聽起來是一些很無聊的事情嘛 對不對 好 那很無聊 真的很無聊 無聊了 就會把很多的表情勾起來 就變成有趣啦 在某一次 某一次 地球跟月球發生月食的時候 月食 那發生月食的時候 什麼樣的情況 那太陽投射下來 地球 這邊會拉個椅子 對不對 什麼叫月食 就是月球啊 月球 從這邊 然後過去對不對 那影子被遮掉之後呢 等一下就黑掉了 這樣月食 對不對 那他會發現 在發生月食的時候啊 裡頭可以裝幾個月球啊 他大概可以裝兩個半月球 大概兩個半的月球 兩個半 一個 兩個 再半個 大概可以裝兩個半的月球 他發現的事情就是這個現象 所以這個2.5的月球 所以 地球跟月球的直徑底應該是多少 如果他知道這樣子可以裝兩個半 那地球跟月球的直徑底應該是多少 猜猜看 這個光不是平行光嘛 如果是平行光會怎麼樣 這裡有半個這裡有三個 所以地球跟月球的直徑底是多少 2.5加兩個0.5是多少 是不是3.5比1 對不對 對啦 好 那你知道這3.5比1之後 那再來呢就是 正式地球的直徑 正式月球的直徑 那你怎麼透過這個關係是 球到月球到地球的距離啊 怎麼做 你們國中的幾何學會怎麼樣 三角幾何 知道怎麼做嗎 這個 這個 這一個三角形 跟 這個三角形 跟這個三角形 這一個 跟這一個是相似三角形 對吧 所以表示說 這個也是108倍啊 對不對 這個假的這個相對小 108倍啊 所以我知道地球的這邊 地球的直徑 6400 對不對 那月球的直徑是多少 是不是除以3.5 對不對 然後乘以真的多少倍 108 就是月球到地球的距離啊 這樣撐出來啊 所以我們就有地月的距離啊 地球到月球的距離啊 好 所以我們就回到這裡啦 小小的天分科普而已 很簡單 三千年前的人都會 對不對 沒有收入科學訓練都會 好 現在其實大概不會啊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當時 你就知道 月球周期可以算 月底的距離可以算 然後呢 所以呢 這個距離大概是 38萬公平 所以光 從地球到月球 大概一秒多一點點 對不對 所以 如果你們有辦法 找到那個 當時太空人在 月球上 礦感度反射鏡啊 你可以去試試看 兩秒鐘 過後才會回來 剛剛你要對得準啊 都沒有那麼簡單啊 好 最合的38萬公里 好 那我們會發現 一件喔 依照這個38萬公里 帶進去 再把這個 27萬公里 帶進去 我們發現一件事情喔 月球的向心加速度 往地球的向心加速度 是多少 大概是360分之1 空尺每秒多方 好 那當時發生了這件事情啊 知道這件事情 好 那第二本 地表的重力加速度 大概多少呢 9.8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可以量嘛 這個最地表的重力加速 G大概是10 好 那你兩個比起來呢 兩個的比值 是不是就差了3600分之1 對不對 它的A值 重力加速是差了3600倍嘛 好 那這個東西差了3600倍 然後呢 它又發現一個問題喔 地球的半徑 跟月球到地球的距離 剛好怎麼樣 差了60倍 那你看到60 看到3600 你的想法是什麼 60跟3600的關係是什麼 平方嘛 只是這個是比較遠的 比較小嘛 對不對 所以不只是平方 而且應該是什麼 倒數嘛 所以牛頓是這樣想出來說 萬有引力應該是一個什麼 平方反平定律 在它當時已知的所有知識 告訴你這件事情 所以萬有引力的知識 是這樣子來的啦 所以每一樣知識 看起來有時候看起來很無聊 對不對 也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用到 啊真的用到湊一湊 那時候 確實在可以湊出這個東西 殘害你的那麼多年 對不對 從國中開始 一路寫的東西寫到現在 對不對 就是這些無聊的人 在做這些無聊的事情 什麼每一次去算什麼 地球有半徑有多少 對不對 每一次算地月距離有多少 結果搞出這個東西 搞出這個平堂來 好 好 所以呢 他這樣知道之後呢 果然就是平方耶 對不對 現在當然知道 這個是平方反平定律 好 所以呢 我們以今天的角度來看 當時他要得到這些知識 其實是不容易的 首先他知道古希臘的人知識 對不對 這種在當時 不要說當時 現在也都是很知識啊 不過有沒有人知道 對不對 也沒有人這麼無聊 現在要做這些事情 在當時還沒有網路 他要知道這知識多困 對不對 好 那現在呢 這邊就很簡單啊 現在要去算他 我們剛剛那個公司 我們去把平方R 踢平方或是二太平方 這個都可以算啊 對不對 所以這個以致的話呢 我們帶到外遊引力公司 就是牛頓推套出來的四值 對不對 以前是沒有這個四值 要從這邊推過來的 現在已經知道這個四值了 所以我相信加速度 來自於什麼 地球給的外遊引力 對不對 對 對 T分之二開平方R 或是我平方平方R 就等於R平方分區m 然後m是地球的質量 趨勢外有一定常數 那我們一項整理一下 就知道什麼 我們這裡頭呢 這個距離呢 距離的三方正於周期的平方 那當然這個東西呢 在當時 當然你還有問題啊 當時還不知道趨勢是多少 對不對 當時知道他是平方反米 不知道趨勢是多少 那現在當然有些方法 如果你公式導出來之後呢 雖然你不知道G值 可是我可以做一件事情 你看喔 地表的重點加速度值 當然你不會也是這樣弄的 地表重點加速度值 對不對 這Gm當時不值 可是呢 我們可以有 把Gm和R1平方呢 把這個Gm 用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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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R1平方來取代 對不對 因為當時他不知道這些東西 他不知道一種質量嗎 其實當時的考驗也知道 我印象中他上次也知道 他不知道這個嘛 他不知道這個嘛 那我把這個 把印象律用這個來做取代 所以原來這個公式呢 就把他印象過去 那這些指示知道的話 帶進去算 就知道說R3方等於這麼多的R13方 那算完之後就知道 原來地球跟月球的距離 那個比值是60倍 地球半徑的月地距離是60倍 好 這裡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OK 所以呢 這個是當時怎麼找出 這個外郵有利率的一個方法 好 所以我們接下來來講 那牛頓的外郵有利率 是什麼樣子呢 希望你們覺得 我來講一下 基本上兩個問題 會彼此做詳細 那他的公式呢 寫了F12給付R0 然後GmR21 就是 2對1的作用力 相當於什麼 相當於 他們的距離 然後兩個的質量相似 但是他用外郵有利率的常數 然後負的R21 負的代表是什麼 CB的意思 好 那代表呢 這個外郵有利率的常數 是6.67成像式的 故事引頭 牛頓名 然後 這是後來用 調理器做出來的 他精確地測出這個句子 好 那一般我們會選的話 F12 R21 GmR21 然後沿著鏡像 R方向就是兩個物體直接的連線方向 那R呢 永遠是指向這個什麼 指向我們這個重力場的來源 好 那這樣子呢 就是我們平時學過的R21 Gm1 M2 這個沒有什麼特別的 好 那重力 重力的這個外郵改變 外郵引力呢 它有什麼樣的一個特別點呢 第一個 在當時推導出來的時候呢 是把它當 是把這個 每個物體 都當成一個點的字典 所以地球也是個點 月球也是個點 這樣是推導的 所以為什麼當時 他說差不多的原因 或者反過來說 為什麼它需要推導出積分呢 因為如果你正真算的話 應該是要把地球每個點 去跟那個距離去做積分嘛 才是正確的R值嘛 對不對 每個點的R值都不一樣 那為什麼呢 它當時點是差不多 因為 剛剛排好 月球的 月球上地球的距離 跟地球的半徑比 剛好是1比60 對不對 如果你把它當一個點的話 互差說 60分之1嘛 小於2嘛 50分之1是2嘛 60分之1就更像嘛 對不對 基本上 就是時間一差之內的 所以 基本上可以把它當成一個點 所以距離很遠 可以把它當成一個點 OK 好 那當然 認真來算 還是要透過什麼 要用積分的方法 去做計算 不過基本上 很多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當成一個點 當成一個點 那 或者是某些物質呢 假設具有球型對戰 還是均勻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當成 從兩個物體 就用磁性對磁性去做計算 就可以了 好 那除了這樣 不知道還有什麼特點呢 再來 它可以怎麼樣 它可以去做疊加 那疊加呢 這個principal 我們數分不去 就是疊加原理 就是我的力 彼此間可以加在一起的 只是說 它核是像樣核 你不要直接把值加起來 是要考慮像 所以這個初體是F1 就是作用在這個物體E上面的力呢 寫成F2 F1 F3 加F1 每一個作用在上面的力 都要怎麼樣 把它加上去 只是 這是像量核 所以其實F2 你可以寫成SignableSign F 可以寫成SignableSign 每個F 可以分成SignableSign 分量 那有的就會是正的 有的就會是負的 所以 你要把它疊加起來 但是注意到 這是像量核 這個要小心 好 所以這就是重力疊加原理 好 那再來呢 第三個 那重力還有什麼樣的一個作用呢 這裡要講的是所謂的Varutational 跟Inertial Mass 所謂的重力質量 跟慣性質量 那重力質量跟慣性質量有什麼不一樣呢 那其實這個問題 聽起來 聽起來它不是什麼 聽起來這個問題 好像就是一個東西 又再加速度嘛 對不對 另外一個是 用重力給它加速度嘛 對不對 那東西給它加速度 那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那其實這個問題 在科學上 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啊 因為呢 它就會引導出 後面 我們在廣義相對論裡頭 提到的 等效性原理 好 那我們來看 牛頓DN定律 就要說我們什麼 F A 那這個 那這個裡頭呢 是M 寫的MI 是所謂Inertial Mass 所謂慣性質量 那我們之前講過 什麼叫慣性質量 就是這樣這個物體 它要抵抗 怎麼樣 運動狀態改變的 一個物理量 就是它不想要被加速度 它不去 這個 阻擋 然後加速度的一個現象 就是所謂慣性質量 好 那現在呢 從牛頓的 這個 萬有引力的引力裡頭 我們又得到說 欸 我們的M5 寫的哪裡 它們是G 小MG跟大MG 這個G代表的是 所謂的Gabitation 就是所謂 萬有引力的質量 好 這個所謂 或是重力質量 Gabitation Max 好 那因為重力導致的質量 跟去加速物體量測到這個質量 這兩者是不是相等呢 這兩者我們可沒有物理定律法連結在一起 所以它是一定要相等 至少到目前為止 欸 這兩個東西可能會不一樣 也可能會是一樣的 那到底一樣還是不一樣的 所以說我們嚴格來說 假設我們今天去計算 一個物體在重力場上 就是重力場施加 這個萬有引力在物體上的時候 我對物體產生的力 應該M叫小MG 然後這個G MG就是所謂的重力質量 層層上它的重力加速度 不是MIG 是MGG 好 那如果是這樣的情況下 那我就想到 把這個公式跟上面的公式比較一下 我們發現 因為這兩者應該要相等 牛頓的定律 第二定律 外有引力的定律 它們應該有增加 它受力的反應應該是增加的 所以你會得到MIA跟MGG 兩個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所以呢 我們就會得到一個 加速度可以寫MG 除以MIA跟MG 會得到這個東西 好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 在萬有引力下感受到的質量 跟加速系統下感受到的質量 是不是一樣的 如果兩者一樣的話 A就給MG 如果兩者一樣A就給MG 這是 你看這個東西 你覺得好像在吹毛求疵對不對 它不是吹毛求疵喔 因為呢 這個就是我們後面 我一下就看到了 好 所以呢 以自由問題實驗來說 我們看看 我們可以用自由問題來做這件事 你看MGG跟MIF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那你這個去做實驗的時候 發現 慣性質量跟重力質量 兩者之間幾乎沒有差別 差異小於 還沒有量到 因為我們機器總是有兩者的精確度的極限 小於10的12次2分之1 兩者的差值 也就是說 至少以人類目前的技術來說 分不出來 重力質量跟慣性質量 兩者的差別 所以有這個實驗 這個實驗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這個實驗告訴你有差別的話 那我們的廣義相對論就要重寫了 為什麼呢 你看喔 如果差這麼少的時候 我們就提到一個問題 所謂等效性原理 什麼叫等效性原理呢 今天你去做在地表上 受到萬有影響 你看它是感受到重力 是被地球滑溜一下 跟某一天假設你做火箭到外太空去 這個火箭呢 用每秒鐘9.8公尺 秒平方的加速去移動的時候 你分不出來 你到底是在火箭上的生態通常 因為你感受到的力 或者是被重力拉 或者是被火箭壓在地板上的力 是一樣大的 你分不出重力質量跟慣性質量 這個裡頭 你表現出來的管理質量 這裡表現出來的是重力質量 你分不出兩個差別 所以你分不出這兩個差別的時候呢 分不出這兩個差別 它就很重要的一個就是 如果今天廣義相對論 想一相對論有講到的 假設我今天去做火箭做加速運動的時候